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聊一下呢 就是在圣诞节的凌晨 在美国的田纳西州 那是维尔市所发生的那个非常大的那个爆炸的事件 现在呢 知道了它这个爆炸的动机是什么 那我先说一下呢 就是纳什维尔这个事呢 它是很著名的呀 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不知道 我以前在出国之前 我就是有一个学习英语的教材 叫走遍美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教材 那个教材里的主任公呢 他就是一个摄影师 他有一期呢 他就去那个纳什维尔那个地方 去拍那个音乐会 是他的弟弟带他去的了 是一个音乐会 当时他那个弟弟呢 是一个高中生 他就觉得呢 他哥哥就很老嘛 有带勾啊 兄弟两个人 年龄相差比较大一些 然后他弟弟呢 想去那个音乐节 然后他哥哥说 那我也跟你一块去 他说 真的吗 你这么老了 你这么老土的人还会跟我一起去吗 就是去那个纳什维尔 纳什维尔就是人称呢 是叫音乐城的 那那个地方呢 如果你去纳什维尔的话 他就到处都是一些音乐 商店啊 音乐酒吧呀 都是跟音乐有关的 是乡村音乐的那种 好 再说回来呢 这个凶手啊 他叫沃纳 沃纳呢 他在圣诞节的早晨的时候呢 凌晨大约是六点半的时候 他就开着他一个房车 非常显眼 然后就停在这个纳什维尔的市中心 停在一个AT&T AT&T呢 是美国一个非常大的网络公司 就停在他那个大楼的旁边 完了以后呢 在他爆炸之前 然后他那个车里面呢 就往外放那个录音 那个录音说呢 请大家不要接近这个车 请大家赶快离开这个车的附近 因为在几分钟之内呢 这个车就将要爆炸 当时呢 也有警察在那附近 警察呀 还有附近的市民呢 就觉得将信将疑 就觉得有一点奇怪 但是警察呢 还是比较顾虑这个大家的安全的 那警察呢 现在已经被当地人 说那警察呢 这都是英雄救了他们 然后那警察呢 并没有跑掉 然后呢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 有路人呢 他们就跟他说 你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你们的车停在哪里呀 有的人说 停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的停车场 说你赶紧回到你的车里面去 然后呢 他们还去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告诉人说 现在呢 可能有一个危险 请你离开这个家 就是警察呢 还是很负责任的 完了以后呢 果不其然 过了几分钟呢 这个车就爆炸了 那这个情景呢 还被这个警察 他那个录像 他身上不是佩戴的那个摄像头吗 被那个摄像头呢 都录下来了 那昨天的时候呢 警察就把这个录像呢 公布出来 就是我们看到的 他跟路人说呢 你车停在哪儿啊 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啊 还有去敲门这些 这都是警察身上佩戴的那个摄像头录下来的 他一边呢 就跟那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 然后一边呢 就录下来了 那这个爆炸呢 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爆炸 它是在这个爆炸中心点的周围的这些建筑呢 有十几个建筑是严重毁坏的 严重毁坏 就是那个门都炸飞了 窗户都炸飞了那样的 大家呢 有可能也从网上呢 看到过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 那如果说所有的受到伤害的 受到影响的这建筑都算在内的话呢 有几十个建筑都受到了影响 那你就知道呢 他这个爆炸呢 其实他的这个当量还是很高的 他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那他这个车呢 都整个炸飞了 那这个里头呢 就有一个人 当时呢 警方就知道 这里面呢 有人的这个组织 有人的一些身体部分 那后来在星期天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鉴定出来了 这个身体的部分呢 这个遗体是谁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叫沃纳 他是一个男士 而且呢 还知道了 他是住离爆炸地点 有18公里的一个地方 然后还到他们家去查了 那这事儿出了以后呢 警方就说 任何一个人 如果你知道跟这个本案有关任何的信息的话呢 你都要联系警方 美国的警方一般的都是这样的 出了事儿以后呢 会通过各种的渠道 让公众知道 号召公众呢 你知道任何的 事儿呢 没有大 没有小 不要认为说 哎呀 这事儿不重要 哎呀 这个事儿其实没有帮助 不要那么想 就是你知道什么 哪怕一点点信息都要去告诉警方 对警方呢 都会有帮助 这事儿呢 警方收到了是几十个这种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呢 现在来分析 就这个人呢 他基本上有两个原因 让他做了这件事情 那其中的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呢 很多年前的一个同事就出来说 这个凶手啊 他的爸爸呀 在以前的时候 曾经是开那种呢 家里面的这个安全系统公司的安全系统 在中国呢 以前是没有 在西方国家呢 这个安全系统呢 是很普遍的 那以前就是有电话 那会儿网络还不普及 有电话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家庭 还有一般的这个公司 这些生意的公司 大大小小的吧 都会用这种安全系统 这个安全系统呢 我以前也安过 他要求你家里面呢 一定得有这种家庭电话的 他叫Landline 就是拉线的那个电话 你手机是不行的 因为呢 西方的这个家庭也好呢 是生意也好啊 都要上保险的 那保险公司呢 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系统呢 他会给你减保险 所以呢 这个就鼓励人们 就去用这种服务 所以呢 这种生意呢 还是很普遍的 那这个沃纳先生呢 他爸爸以前就是开这样的公司的 那他年轻的时候呢 可能是二十多岁 然后他就在他爸爸这个公司呢 工作 那还有一个同事 就现在呢 跟警察提供信息的 这个同事呢 就是说 他那会儿呢 就经常跟这个沃纳 他们两个一组 然后就去工作 那就经常就是开车 同去同回嘛 他们老是同去同回 老在车里面 那这个沃纳呢 还是挺爱说的 还跟这位先生就说了 他说你永远都不要相信警察 警察没一个好东西 就是呢 他说很多这种丑警的话 他对警察的这种偏见呢 是非常非常深的 非常深的 不是说我们一般的来说呢 会说警察 其实他也会有腐败呀什么的 不是你一般般的这种议论 就是他很仇视的那种 他仇视到呢 有可能他因为这个原因 他就会对警察呢 来采取一些报复的一个手段 那他这件事情呢 他就在这个车里面进行爆炸 这个说呢 他会不会因为 对警察的这种仇视 而制造这么一个事件 给警察来制造麻烦 他有这种可能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我也觉得说呢 这个可能不太可能是主要原因 因为他如果说 就是为了这个警察的话呢 他可以到警察局的旁边去啊 对不对 到警察局旁边往那一停 然后就诈你这个警察局 但是他没有 他是在一个电话公司旁边来炸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警察呢 就发现 这个沃纳先生呢 他对这个5G系统啊 有偏见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就知道 美国呢 打压华为的这个5G 完了以后呢 还有病毒传染的这个事情 大家可能听说过 在美国呢 有一种说法 有些人说呢 哎呀 这个病毒啊 就是通过这个5G来传播的 5G这个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些人呢 竟然还去砸那些5G设备 这个大家不知道不知道 很多人应该知道这事吧 那这个沃纳先生呢 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对这个5G呢 有特别强的这个偏见 你就从他对警察那件事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人呢 他会比较偏激一些 在美国呢 有好多人呢 比较偏激 有极右的 有极左的 两个极端都有的 好 就很偏激 偏激的人呢 容易赶出来一些偏激的事出来 那他呢 就从仇警的这件事 我们就知道他比较偏激 用不着汉城那样吧 现在呢 他对5G这个呢 他也很恨 他觉得这个5G呢 是造成这个病毒的传播 那他现在呢 这个跟他选择这个地点呢 有点吻合 那他就把这车停在 AT&T的那个旁边 然后炸 然后被炸毁的最严重的 就是AT&T的那个建筑 被炸毁的是最严重的 现在呢 就是基本上 有这么两个可能性 因为这个人一死了呀 然后你只能说是分析 对吧 警方呢 就说 有这么两个可能性 但是呢 也不是说solid solid就是特别肯定 特别肯定 因为这个人都死了 你特别肯定 除非是你找了他的遗书 对吧 然后呢 你就会说 哎 特别肯定了 但是呢 遗书现在没有找到 现在呢 就根据一些调查 他仇视社会 就有这么两点 所以呢 这两点的可能性呢 都有 也没准是其中的一个 也没准是其中的另外一个 也没准是两个都有 我认为呢 有可能是两个都有吧 他把那个车停在那个边上 就跟他喊 但有可能是想把那个警察引来呢 也没准 对不对 他跟那说 他不想炸平常人 他有可能想炸警察呢 他这样一说就把警察引来 他原来警察都会来围着他这个车 然后看看怎么回事 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也没准他当时就爆 对不对 但是后来呢 警察也没有靠前 警察也怕死啊 就没有靠前 所以呢 他就提醒了一点 他看那街上呢 还是有警察的 所以就爆了 也有可能呢 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也有可能两个原因都有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可能啊 这个结论也就下到这吧 后面呢 应该是没有了 如果他们现在没有发现他遗书的话 就应该是没有遗书了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以上一会儿就会有点赞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